NASU 歡迎收看二分鐘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店舖 小梁哥 男人很奇怪 怎麼了 自己怕麻煩 出門的時候 總喜歡把自己的東西 放在女生的包包裡面 為什麼 怎麼一個大男人出門 拿個包好看嗎 而且我們就手機跟錢包 對不對 你那個名貴的名牌包包 這麼大一個 我們借放一下有什麼關係呢 再怎麼名貴也是我自己買的 為什麼要擺你們的東西啊 就是小心眼好不好 放一點我們東西會怎麼樣呢 對不對 出去逛街 最後你那個包包還不是我背 買的東西還不是我提 哪一次有放過我們的 沒有 我覺得今天有加重的感覺喔 不錯喔 我們幫女性朋友提包包 本來不行 是 對不對 看買什麼東西 沒有關係買 不是啊 你們既然可以提包包 為什麼不再自己背一個包包 不就好了嗎 不是 難看 我跟你講我們 難以難看你背個後背包 我跟你講我們男人就那幾個包 對不對 以前霹靂腰包 你們現在說鄉土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邊夾個包包 你又說糊臭包 那我們男人到底要用什麼包 我們乾脆不用嘛 你可以掛前面喔 掛在前面 這好看嗎 好像發傳單的一樣對不對 有沒有 你看不起發傳單的 發傳單的朋友們 你們真的好辛苦喔 今天天氣好冷下雨 多參與一點好嗎 喝一點熱開水帶個溫水瓶 太假了 好不好 好會見風轉舵啊你 今天我們請到了好不好 我們演藝圈三位 隨便出個門都像大搬家一樣 尤其第一位 她的包包我都有看過 好不好 我們歡迎 這不好說 而且不但看過 看過一次好難忘喔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 歡迎 好 當然 我們這一邊最寬宏大量 紳士風度 出去什麼東西都是我們男人背 我們聯合國型男 只要是女人 手上一定有包包 包裡裝的 可是不能說的秘密 像夢多的女友 出門非要帶的大包小包 而飛丹尼則是連女友的包包 都不願意拿 到底喜男們 對女人的包包還有什麼意見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搶 請看今天的包包 我跟妳講 她是大包包 裡面有中包包 還有小包包 還有零錢包 還有一些化妝包 我跟你講一大堆 她的很誇張 裡面還放了兩個肉包 對啊 我正想說她的肉包啊 而且她不管大中小包 裡面都非常整齊 我跟你講她有強迫症 欸 謝平哥也有啊 我輸你 我輸你 我跟你講她多誇張 她連鈔票都頭對頭尾對尾 我現在沒有 她連剪一個指甲喔 因為她指甲 我們難免會有一剪完 還是有點白白的那個 這個頭的部分 剝掉 不是 她剪到流血 指甲流血你知道嗎 你現在沒有了啦 現在沒有了 這個人瘋了 你那麼了解我幹什麼 哪一個男人受得了她 我跟你講心靈 她不只了解你 那一天你被寫了一篇新聞 她多麼為你抱不平 她馬上就APP我跟我說 我們家林志玲 受委屈了 她就說她今天來 一定要跟你拉劑 拉劑我看一下 其實不管大家說 我開始懷疑 她其實以前有暗戀過 真的 因為自從得了金鐘獎 她就跟我說要拉劑 是 我千萬不要 然後我之前受委屈 她就傳過來說你還好嗎 不過我跟你講喔 她就跟我說金鐘獎那一天 因為我也入圍嘛 當然 然後她就說 如果你入圍她會跟你拉劑 我說那我呢 她說 喔你喔 你就不用了 對啊 因為一般我沒有吃那麼清淡 可是這個很明顯是 小楊哥跟心靈沒有什麼互動 都說場面話你聽不出來嗎 我的包包裡面也是要有小包 小包要有中包 中包要有再小小包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會找不到這些東西 而且呢其實有時候我真的不是覺得 女生愛滿包包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有時候是因為我們需要 比方說你現在當了媽媽之後 你們也快了 因為當媽媽之後你就覺得不行 我要當一個不一樣的媽媽 我要當一個時尚的媽媽 多不一樣 就是當個時尚的不一樣的媽媽 因為平常很不時尚 所以我就想說我老公到時候要去法國 我說那你可以到法國幫我買一個 就是名牌的很大的包包嗎 然後就幻想我啊 就是帶著墨鏡 背著我的名牌包 然後推著我的娃娃車 然後寶貝也穿著全身名牌 然後走在貴婦擺貨 喔 太開心 啊就是這件好大的貓頭鷹 貓頭上大件 然後我老公就去法國 香榭里色大道的那一間呢 就幫我買了一個很棒的包圍 哇 真的 其實非常的開心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可以裝很多東西 沒錯 這個你去Seven 買一個袋子才一塊錢啊 不一樣啦 裡面裝的也都是你吃的東西啊 不是 我要裝一些小朋友的東西 然後最後回來之後 我就開始把很多東西裝進去之後 我最後發現 太難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呢 你在顧小孩的同時啊 你沒有辦法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你連拿墨鏡都沒有 我有一次帶小孩出國啊 我連續兩天把手機掉了兩次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 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然後背著米牌包 因為你想換iPhone6嘛 不是啦 所以真的太忙了 其實我覺得當了媽媽之後 這種帶小孩的同時 是沒有辦法背這種包包的 對 而且我最後發現啊 其實要當貴婦 是要有那個肩膀的 因為其實這個包包算重 你這樣 你的肩膀OK 很OK 很OK 後續有力 不是 你背上去之後 包包的扎實喔 他還要抱小孩 你背上去之後 不是 心裡我發現最大的問題是 這個包包對你來講 肩背有點困難 我覺得穿的衣服比較厚啦 不要一直繞著這個打轉 心裡 我跟你講 這個包包我們肯定它時尚 但是你背 它就不時尚 怎麼這樣 太過分了吧 金鐘獎的評審都沒有論高矮胖瘦了 什麼話 其實這個包包的原因是因為 那時候我老公一直覺得 我都會只顧自己不顧小孩 他忘了我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愛的媽媽 比方說我老公不讓我的小孩跟我去吃火鍋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我會顧著吃不顧小孩 我覺得你老公顧慮的事情是對的 你老公真的好痛 太過分了 然後他也不讓我小孩跟我去逛街 為什麼 這也是 因為他覺得我會顧著逛街 然後忘了小孩 真的 然後每一次他就買了一個包給我 其實他買給我的時候 我其實是非常開心的 但是我覺得你在質疑我的能力 因為這個包它其實真的非常實用 小楊哥你借我一下 很可愛啊 小嫖蟲 這個長得好像安全帽 我剛剛原來是安全帽 好配你的衣服喔 就是小朋友可以把它被走開 來 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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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這是小朋友的耳機 你不要說你是小朋友 你就可以這邊耳機 你兩個完全沒聽到我的講話 你確定他背得上去嗎 你確定他背得上去嗎 你剛剛憑什麼罵我 你自己也撒住 有喔 找個最瘦的 夢多你背得上嗎 那個背不上啊 太小了 對啊 這這麼小 現場只有戴牙 戴牙來試試看 戴牙戴牙戴牙 戴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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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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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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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帶小朋友去機場 他真的又跑來跑去 我把這個啊 把他抓住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辦你的護照 不是 你會不會到時候 因為小朋友體積小 你可能感覺不到他的重量 一路脫行 你知道 不會不會 我會注意啦 真的嗎 可是都可以自己把他救掉 怎麼會 你到吃到飽餐廳 你會注意他是不是脫行 你最好 他會坐在那裡跟我一起車啦 而且你把他拉回來的力道 你兒子受得了嗎 對 其實有點... 不好意思 我是生女兒 沒有 你兒受得了嗎 受得了 我會注意啦 我還是會小心看 不會那麼大力 當然受得了 他連摔個好幾次都沒事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包 其實他非常實用 但是我覺得 他有點質疑我的能力 所以看到他有一點點不爽這樣子 哦 那為什麼有一次會弄到臉色發青呢 因為不是 是因為兔寶最近也不知道哪裡不一樣 他就是 以前他都會乖乖給我這樣牽的 他最近呢 就是說我牽他的這隻手 不能有這個帶子 哦 對 所以變說 我要這隻手牽他 這隻手牽他 然後這樣弄 所以就很難啊 就很容易這樣子 對 就這樣弄到他的 好像好危險哦 我幫你怎麼了 好危險 就是有點危險這樣 你覺得是不是兔寶開始有點想不開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兔寶非常的開心 非常可愛 這個可以像社會版囉 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要小心一點點 就他最近有一些奇怪的堅持 但其實國外有出是可以伸縮的 這個帶子算是有點多 有啊 那個國外也有啊 美國也有啊 有有有 那個小孩繩子可以伸縮 他這樣跑出去以後 他這邊一按 那個繩子就縮回來了 有有有 那個真的叫拖型啊那個 真的有 油吧 肚立有 油吧 很特別 對啊 那夢多你為了包包跟女朋友吵架 你至於嗎 我覺得女生真的有病耶 怎麼樣 不是不是 什麼病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到底有什麼病 可以好好說話嗎 對 OK 不好意思沒有 因為有些女生喔 不會說節目喔 有些女生不會看那個情況 因為有一次我女朋友啊 她真的真的 腦袋有動 她我們我們只是 當然跟你在一起 一定是腦袋有動的喔 對啊沒錯 喂 沒有啦 我很正常OK OK 反正啊那個時候 我們要去旅行 但是只有一個晚上而已喔 問題是一個晚上就是很近 你知道嗎 她背著比這個大的包包 你的意思是說 只是從台北到宜蘭嗎 差不多是這樣 我在日本那時候 結果耶 她比那個大 然後 我問她說 你裡面放什麼東西 結果她放什麼知道嗎 兩雙高跟鞋 裝耶 對 就你要去旅行一天 對 兩雙高跟鞋 我說 蛤 而且是我們要去海邊 那為什麼你這個 有這個 沒有啊 因為就是我們穿衣服要好看啊 為什麼女人出國旅行要戴高跟鞋 對 然後你問她就說 我想漂亮嘛 對 問什麼道理 不是 什麼道理 對啊 而且問題是你們一堆包 那個包圍餅啊那個什麼 一定要的啊 這漂亮還不是可以看 你們有她嗎 讓你有面子 對 我們這樣也是我們努力來的好不好 而且出國會有很多觀光客 或者是很多國外的朋友 我們也是為國爭光啊 難得想說出一趟國嘛 就兩個人都要拍照美美的漂亮的啊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鳳多的問題啦 他那個戴具的 戴具的那個高跟鞋應該不是要正常穿的 對啊 怎麼是有什麼批號 他想要女和你的 他清楚他的男朋友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迎合你的需求 而且那未必是女朋友 應該是女優吧 所以你個人為了包包跟女生朋友吵架嗎 我交過一個女朋友 他永遠喔 就是 就是這個包跟這個包 在我們男生看其實沒有差多少 只是顏色不一樣 或者是品牌不一樣 那他買到 買到會 他 我沒有看過他拿包回來 他都會在外面 沒有 沒有看過 他都會在外面把包裝袋拆掉 那好的包 他都會有外面都會有一個布套有沒有 對 然後他就塞回去 塞回去他的包包裡面 然後再拿出來的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包 洗白的對不對 就開始吵架 有什麼關係 又不是換你的機會 因為太多了 因為太多了 可是我覺得男生有一種就很過分 就是像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就是 我戴包包 然後我就想說好 他有什麼東西就放在我這裡 結果有一次呢 就是我們去停車的時候 不是會有停車卡嗎 我就想說把他停車卡放在我包包裡 結果我們要出場的時候 怎麼找 包包已經整個都翻變了 然後全身口袋也都翻出來 就找不到那張停車卡 然後那一間停車場又很 就是他滿嚴格的 他就是說 你不能重新再去按一張 你等於他就算你過夜 你隔夜去領車 就好像三千多塊吧 本來賺一百多塊 然後一直找一找 然後我那個男朋友 他就很堅持 他說 又出場又過夜 當然還花那麼多錢啊 不是啊 抱歉 是車子啦 然後就一直找 然後他就也把我包包就翻開 然後他就情緒很差 然後就是噼哩啪大罵一頓說 東西放在包包裡面 包包不就這麼大 也沒放什麼東西 我就搞丟 然後他就很不爽 然後後來我就 寄許一個教訓就是 以後我再也不幫我男朋友 拿任何的東西 在我包包裡 而且你們那個 東西再多再大都一樣 你們男生很奇怪 什麼東西都要放在我們的包包裡 對 停車卡也是 然後手機也是 然後鑰匙也是 弄不見又要神奇又要放 對 或是到家門口 我們已經大包 男生放在你們包包裡 東西都是小東西 真的 哪有 而且你們包都很差 鑰匙啦 你們連老換眼睛現在都放我們這裡 真的氣死了 以後 料布也放我們這裡好了 哈哈哈哈 他咬了差不多要尿布 差不多 在門口 然後手機 或者是鑰匙都放我們這裡 我們要拿出來 你就在後面這樣 在電梯裡就應該拿出來 幹嘛在門口才拿鑰匙 是不是很討厭 很討厭 很沒耐心 對啊 你就回答他 他說 我好拿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到底收 我在幫你解決你的問題好不好 我發現我來是給你數落的 我發現 其實我在我老婆現在有小孩以後 我常常幫我老婆拿包包 而且已經變成那種習慣了 我覺得 媽媽包本來就很大 女生拿本來就很累 在之前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也是會常常幫他拿包包 但是我覺得拿包包 我個人不會有什麼不好的感覺 只是常常在廁所外面拿著那個包包 站在那邊等的時候 會遇到三種不同的眼光 那讓我心裡就很挫折 三種 第一種 杜力演得很好 就是那種很不屑的眼光 就覺得我是狗奴才那樣 對 你怎麼在 就是這種男人 他不想幫你拿包包 覺得 我怎麼會拿一個包包站在廁所 其實好像歐美的男性朋友 都不太可能會幫女朋友拿包包 好像台灣的男生才會 台灣才會 對 美國的男生是不會幫女生拿包包 尤其是女性的東西 不可能 噁心死 對 所以我就會遭受這種眼神 就覺得感覺很不好 對 然後第二種眼神就是那種 比如像 那個叫什麼 夢多 夢多 就會比如說東方人 他也是拿一個包包 他也在廁所 他也站在那邊 然後看到我就 鼻子懂了 鼻子懂了鼻子的那種感覺 英雄習英雄 我跟他根本不認識 他就是一直跟我的眉來眼去的 你知道嗎 也是很怪的 然後第三種就是那種 會不會那個包真的就是夢多的包 哈哈哈哈 他是小偷啊 第三種是那種最慘的 就是那種眼神最糟的 因為他為什麼他原來不拿包的 然後他的女伴 看到我拿包站在廁所 他就會 然後就把他的包拿給那個男的 哦 鞋子疊 你看人家都這麼幫忙 對 然後那個男的看我那個眼神 就是覺得恨我入骨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你就是做男性的教科書啊 我是他們的公敵 沒有 沒有 媽媽包可以接受 對 因為媽媽包真的很重 然後又大 可是我們調查一下 女朋友 只是女朋友 男生幫女朋友拿包包 你認為是貼心的嗎 是貼心的啊 超級貼心的啊 超級貼心的啊 對啊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不OK的 而且我們在日本 而且在九州 如果男生 怕女生拿包包 真的超給超娘的 娘抱 那個 鞋靈你的包包接他背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你們走在路上 我自己算大的 算好看 有些比較小的 幫多側背 側背 然後家瑋勾他手 我勾你另外一邊 好 周鞋靈 坐回去 我們要接受的是你的包 不是你的人 也有人 也女朋友啊 好 演一下 他講得演四名主角 去哪裡 沒有 夢多 沒有 你們要站那邊 你們站那邊 你們這樣看 OK嗎 很貼心啊 你跟夢多站起來 夢多要被你包眼的 OK啊 很貼心啊 真的 好像 我今天想要 這個手機好好看喔 對啊 但是我沒有錢耶 沒有錢啦 沒關係 叫六月買給你 好 謝謝 好貼心 為什麼你不幫忙 你為什麼會那麼娘啊 寶貝 怎麼了 肚子好餓 肚子好餓 我很久沒有吃牛排耶 我帶你去吃牛排 好啊 好 寶貝 我錯了 我不應該叫你們出來 你們去 你吃什麼牛排 他就是你的吃到飽啦 對 男生背很好啊 OK啦 你背一下這個包 換肚子 我背的雙應該看起來很小 真的不OK啦 肚子自己拿 喂 這是冰牌的包包 你不能亂 阿嬤 你也很貴喔 你也他女朋友 你也他女朋友 寫兩個 好像喔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好大喔 好大喔 好不舒服喔 好想吐喔 好想吐喔 生牛排好了 夠了啦 大快的還是小快的 阿我講錯了 吃巧克力齁 我一定是大快的齁 好不舒服喔 好甜蜜喔 好不舒服 男生背著一個 好不舒服喔 不是 我不懂 你們幹嘛背上包包之後 就開始一直講話 要親身戲 要親身戲 我有必要為了前導成這樣 我真的覺得 我要幫男生說一句話 其實包包算是女生搭配的一個 道具 對啊 非常貴的道具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給男生背的話 你不覺得你身上都少了一樣東西嗎 這倒是真的 真的 真的 我是覺得偶爾幫忙拿一下 比如說上廁所啊 對啊 真的是沒有手的時候 就跟你真的手忙腳亂 沒有辦法的時候 男生可以幫忙 幫忙頂一下 但是我真的有看過那種就是 兩個 一對情侶走在路上 然後女生在逛街 男生就幫他提那個 小蹲蹲蹲的袋子 然後手道拿著碗 我也不懂那個意思到底是什麼 因為他也沒有中到女生不能提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感覺很在伺候女生的感覺 女生還蠻高興的 所以有些女生會覺得開心 對啊 覺得自己是公主 可是我覺得女生 就是女生要拿自己的包包耶 如果女生沒辦法可以拿自己的包包的話 可以拿什麼 你懂嗎 什麼都不用拿 我跟你講我上次就是 我每次要陪我的女朋友就是去逛街 因為她很喜歡買東西啊 然後她我們到那個夜市的時候 她就說 你可以幫我拿我的包包嗎 那我知道 因為我現在我在台灣 然後台灣有這個習慣 就是能朋友 有時候可以幫女朋友拿著包包 然後我說OK啊 我可以拿著一點點 好 那我就拿著 然後我們開始走一走啊 逛街到第一個店 她看到一個 看到一個很好看的衣服 買了 分到包包裡面 然後我說好 OK 那一直走一直走 到另外一個店 買了一個鞋子 分到包包裡面 那走一走 到第三個店 她還是想要買耶 那我就說 拜託耶 這個包包已經很重耶 那你要買 那你不要拿嗎 你要給我拿嗎 這個好重耶 然後她說 你不是我的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嗎 你要幫我拿 我說 可是這個包包不是你的 如果你還是要去逛街 你要拿著 然後我說 你是一個很爛的 很爛的男朋友 我說 這樣子我受不了 這樣子我真的 那如果她只有請你幫她拿 她買的東西 但是包包她自己背 可以嗎 比較OK啊 可是她不要一直買東西 然後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包包叫你背 那是一種環保的概念 對 不要拿這麼多紙袋回家 沒有很重耶 不要拿這麼多紙袋回家 我依賴你啊 而且你不覺得你這樣很MAN嗎 沒有 這個環保的概念 對 你買那個鱷魚皮的包包 有環保嗎 對 等一下我們再來投票一次 我沒有買鱷魚皮 我們投票看看 請問八位型男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要求你 幫他背包包 你會OK的請舉圈 不OK的請舉圈 背包包就她的包包 不是買的東西喔 不是 也不是媽媽包喔 就是你們去逛街的時候 OK啊 建民哥不行喔 你說整個過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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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整個過程嗎 整個也不行 逛街的時候不行 對 真的假的 逛街的時候不行 一定不行 為什麼 裡面只有阿里斯圈耶 她太多老婆啊 想不到伊拉克的男人這麼好 我爸爸會幫我媽媽拿包包 真的會 很好 我爸爸也會送媽媽那個名牌包包 好貼心喔 但是我覺得媽媽做得不太好 因為他們兩個出去的時候 爸爸會幫媽媽拿包包 但是媽媽有時候會放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我弟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啦 狙擊 我們那個 我們庫子上沒有那個東西 OK OK 不好意思 然後放了更可怕的東西 你知道嗎 什麼 對 那個時候我弟弟很小 他小 他不會包包裡面放弟弟吧 不是 放在我包裡面 放不下 我弟弟好壯 放不下 那個時候我弟弟就是 因為他很小會 大便嘛對不對 然後把尿布放在那個名牌裡面的那個包包 用過的還是沒有用過的 用過啦 臭臭的放在包包裡面 找不到地方丟吧 找不到地方丟吧 應該是 可能暫時還 還跟我爸爸說 他說我拿那個包包很丟臉 因為那個味道 你可以幫我拿嗎 我爸爸氣死了 他可以幫媽媽拿包包 那是那個放在裡面的話 這樣子就不好 他不喜歡 我其實是跟一樣的 就是我的大包包裡面會有小包包 中包包 然後每一個包包要裝什麼 然後擺在什麼位置 是一定要有固定的SOP跟位置 所以我其實常常因為 我很不喜歡人家亂翻我的包包 然後我之前有發生 請問誰喜歡別人來翻自己的包包 有些人無所謂 因為他也不知道他東西擺在哪兒啊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 亂七八糟 我曾經就是 比如說我跟男朋友出去玩 然後因為我東西很多 然後他問我說寶貝你有帶衛生紙嗎 面子 我說有有在包包裡 然後我都可以講得很清楚 比如說前面的哪一層打開的裡面有什麼 那我的邏輯就是我都講路徑那麼清楚 就直接拿就好 但你知道男生就是他會東翻西翻 因為 我們不知道包包正面還是反面 他就會翻來翻去翻來翻 你知道我看了好難過喔 我覺得你為什麼要整個破壞我的那個 整個佈置我就會非常不舒服 所以如果我的朋友看到我的包包裡面 現在是很隨性放 他就會說你等一下就要回家了是不是 因為我如果是要一整天都在外面 我一定SOP整個包包都是非常規矩的 對 但是包包是最重要還是我們是最重要 包包喔 建民哥幫我們回答 我們來講 我們是一個team 不是 我們還在想說 而且杜麗這句話不應該你問 夢多為你就算你問 沒有 因為剛剛那個單口 我們三個還在考慮說怎麼說比較不傷人 建民哥就回答 沒有多力 我要看你拿什麼包包 對啊 我自己覺得這是很重要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上次我跟我朋友 我們一起去吃午餐 那一天是下雨 然後我沒有 我沒有 現在沒有車 所以他就是開車到我家去載我 好 他到了我把門打開 啊 他的包包放在那個椅子上 然後我就說 他不是也要把包包放在後面嗎 他說沒有沒有 你拿著就好 然後就是要坐下巴 一個粉紅色的包包 放在我的大腿上這樣 很可愛啊 哪裡可愛 哪裡可愛 然後想說沒關係 分證我們到了餐廳 也無所謂沒有 車上沒有人看到 所以就這樣子 好 我們到了餐廳 停車 我把車門打開 他說等一下 等一下 我說這樣 這樣 我們已經到了 他說沒有 下雨天啊 我要拿我的雨傘 我說對 沒關係 因為我不怕雨 那個雨沒有很大 我說有零到雨 沒什麼關係 他說 我不怕你 我就怕我的包包啦 對 我說很好啊 很好 愛惜東西啊 而且我跟你說 包包如果我在家 都要開廚師機給他 對 不然會發霉 沒有一個特別的櫃子 對 你們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然後說好 沒關係 他不想要拿他的包包 零到雨沒關係 沒關係 反正有沒關係 好 他下車拿到他的雨傘 又是一個粉紅色的雨傘 我就說 粉紅色的雨傘 粉紅色的包包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說 沒關係 就是 搭配啊 很好看 我說 怪怪的 算了 然後就是要給他他的包包 他說 你不要幫我拿嗎 我們是朋友而已 我還有幫你拿你的包包 好 沒關係 下雨天我們只有一個雨傘 我那麼高大隻的 拿了一個粉紅色的包包 一個粉紅色的雨傘 這樣子走路不是很怪嗎 超娘的 超娘的 你不覺得嗎 我一直想說 如果人家看到我會 他們可能會誤會這個意思吧 這不是我女朋友 朋友而已 然後就是要這樣子拿著他的包包 好 我們到了餐廳 我想說沒有人看到 我超開心的 沒關係 吃飯吃完飯 我們就是要走 然後想說 剛好今天沒有人看到 或是幹嘛的 好 付完錢 我把門打開 我們要走了 有一個女生就說 你是不是肚子 我照常看你上電視 我都是這樣子 拿著一個粉紅色的包包 好尷尬喔 我的很尷尬 我不是已經說 我不會這樣子嗎 人家可能再像什麼 我也不知道 會啊 你是一個很時尚的姊妹 什麼東西啦 什麼東西 什麼姊妹的頭 你這麼討厭粉紅色嗎 她露點好低喔她 對啊 粉紅色不適合我這種巧克力皮膚 你知道我們整個棚都是粉紅色耶 對啊 在電視上面看見也是粉紅色的 對啊 所以就是要拿一個粉紅色的包包就對了 很尷尬 OK 我們配一下瑞典的艾瑞森 對 就是我有一次 就我跟我女朋友要找一些 就是我們很久沒見面的朋友 然後那種 我們要穿的就是比較漂亮一點點 然後去吃個好餐廳 然後我女朋友就想說 那就好看的衣服 然後要搭配一個特別大的一點的包包 特別好看 而且裝特別多的東西出來 然後我們才剛出門 她直接給我帶這個包包 根本就很重啦 她馬上就給我是幹嘛的 然後就不懂這個道理 就是自己自己拿的 就是自己帶出來的包包 就不是一開始最好 就是最好一開始要自己帶吧 我們自己已經夠重了 還背個那麼重的包包像話嗎 她的Tuber只要三十秒就直接給我 就幹嘛 很好啊 我怕你啊 你可以好好講嗎 你是來踏肚的 不會 不是我害的 我覺得女人真的很尖詐 我覺得剛開始 如果她銘獎還是比較好 但是暗箭難防 我以前的一個女人 我以前的一個女人 暗箭難防 暗箭難防都來了 真的 你頭到勁迪囉 她的中文程度比你高 沒關係 她是白人 她一定會輸 我一般黑啊 我寂寞還是黑人 是嗎 對 對沒有以前 我有一個煽動的女朋友 然後她剛剛開始 她對我特別好 說 文一差異啊 我都懂 一切都懂 真的會對你很好 那我們剛剛開始 我每次 她只是有的時候 需要的時候急需 她就會說 可不可以幫我拿包包 我說OK可以 每次 幫她拿完之後 她就向我微笑 說 謝謝 那但久而久之 她就慢慢慢慢地 她變得越來越霸道 然後我們交往兩年多的時候 她就有一次 我們有去一家 一家衣服店 她要 她跳完衣服之後 要進入更衣室的時候 她好像有瞪著我 狠狠地瞪著我兩眼 我看著她 我說 你沒事吧 然後她又瞪著我幾眼 然後她說 難道我要跟你說嗎 難道我要跟你說嗎 你瞎了嗎 我不是要進更衣室嗎 你瞎了嗎 你們趕你眼神 你們來大陸瞎 眼神 對啊 你眼神還是沒有對 然後我們就瞎起來了 對 所以她意思說 她瞪你是叫你幫她拿包包 她意思說你怎麼還不拿 她說 我還要問嗎 就是她要我主動的 不是你知道白菜 真的很奸戰 白菜 當你在敘述你的故事的時候 我們這邊六個人連成一線 絲絲地望著你 你的中文怎麼可以這麼的好 而且你講成語 久而久之 我只會三到四個成語 然後女生都會把她擺出來 不要這麼誠實 女生有時候要請男生幫忙 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曾經有過那種狀況 就是我 就是背著我的包包 然後我就去那個夾蜘蛛餐的菜 那你知道 一手要拿餐 你為什麼都在自助餐裡面 因為 請問一下 你的自助餐是便當店的自助餐 還是吃到飽的那種自助餐 便當店的自助餐 對 所以說你要拿著包包 你又不能把包包先放下來 然後你一手要拿餐盤 你這邊要拿夾子 所以你在拿夾子的時候 她就 滑下來 對 然後有些她現在 滑得下來嗎 滑下來 滑下來 關心拖完兩次了 然後有些她不是前面嘴巴 她是後面有兩三排 所以她掉下來的時候 你菜就會 往前 你要夾的時候就會夾不到 所以這個時候就真的很需要 男生幫我們拿 是 那久久之後就覺得 人家拿了之後覺得還蠻好的 所以就男生就繼續拿這樣子 所以菜是你要幫我們男生拿嗎 還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只要男生拿餐盤就好啦 你告訴他你要吃什麼 他幫你拿菜 不行我不能讓男生知道我吃多少 那個男生的拿 這樣可以接受 因為那個男生的量拿得不夠 他習慣自己打菜 習慣自己打菜 我們問一下八位型男 你們看過女生的包包的裡面 有拿出什麼東西 你覺得最驚訝的 最不可思議的 在一個餐廳看過 他不曉得要找什麼東西給我們看 他包包沒有很大 大概那樣子 比那個還小 比那個還小一個尺寸這樣 然後他找不到 然後就直接倒出來 一倒出來以後 咚 掉出來一個警察用的哨子 防身啊 對 他就說防身 他會不會是曹西平大哥的字 那個是會掛 那個掛在腰上 他的警示就是防身 他是跟我們說 萬一有人要搶我的包包 不是 不然你以為他要幹嘛 不是 包包已經被搶走了 請問你有那個法國時間拿哨子嗎 對喔 你的包包已經被搶走了 那如果人家是氣騷擾咧 對啊 比如說在公車上面摸屁股 對啊 氣騷擾也沒有那個時間去抓哨子了 你應該放在口袋裡面 口袋衣服會換啊 對啊 賣包包比較好 我覺得那個情況之下 沒有時間去拿那個哨子 而且那個包包好像東西很多找不到 所以他才用倒出來的 對啊 對啊 那夢多咧 夢多跟他有什麼 我有看過那個 包包裡面都是放那個蛙蛙 蛙蛙 那個誰啊 那個六語樓 不是他收集蛙蛙嗎 像那種的蛙蛙 我有一個台灣的女生喔 就是差不多那個大小吧 裡面 皮包 鑰匙也都是蛙蛙 很恐怖耶 而且 我跟他吃飯的時候呢 因為就是面對 坐下來吃飯 他不會把那個蛙蛙拿出來放在旁邊吧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 還有他的餐盤 他去跟他講話這樣 沒有沒有 他是就是放在旁邊 他是我 比如說這樣講話的時候 那個娃娃在看我 欸我怎麼吃飯啊 而且 為什麼那個娃娃 他說欸沒有 我受不了 我問他 為什麼你會帶娃娃出門 他說欸 沒有 他是我的家人 你不覺得這樣很可愛嗎 好恐怖 安娜貝娃 有些人會覺得這樣很可愛 安娜貝娃 為什麼 所以你講的以上都是劉雨柔嗎 沒有 不是不是不是她 她是 我覺得她也會做這件事情 好怪喔 但是我之前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的包包是 因為她是一個比較邋遢的女生 她的包包基本上就是A包包 今天出門要換B包包 她就把所有東西都倒進去的那一種 然後有一次又不知道要找什麼東西 我就看到她在裡面這樣飛飛飛飛 飛出一隻襪子 而且整個包包裡面就只有一隻襪子 她就說 你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你的包包裡面會只有一隻襪子 她說 沒有 就那天去朋友家 然後那天穿了一雙襪子 結果鞋子一脫下來發現 左腳大拇指衝出來了 所以她就把這一隻襪子丟掉 想說左邊 右邊這一腳還是好的 她就順手把它塞回她的包包 所以她後來出門 她大概應該有一個月吧 那隻襪子就跟她的包包裡面 很誇張 而且她包包裡面會有什麼 會有各式各樣零食啦 用過的稀有麵質啊 然後還有那種瘦臉器 就是她比如說坐健車很無聊 就把瘦臉器拿起來這樣 一直在瘦臉 就很荒謬的一個女生 我看過的是那種媽媽們的包包裡面 裝很怪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我還單身 跟我媽媽跟她朋友去吃飯 然後那個對方就是我阿姨說 幫我介紹一個女生認識幹嘛 就是要拿照片給我 是她子女這樣 然後就拿照片就找半天 然後就這是圖章 他們習慣把東西都拿出來來找 因為東西很多 圖章 印章 戶口疼本 防地財地氣 就是什麼都有喔 你知道嗎 阿姨你為什麼把這些東西 通通帶出來啊 她是帶一個行李箱出門 她隨時要逃難 要把這麼重要的東西全部帶身上 她說這樣才安全啊 怎麼可以放家裡呢 隨時有以備不時之需啊 但是真的有人 前兩天有個新聞你們有看嗎 就是一個媽媽 她就是帶了一袋房地產 那個地氣 現金 金條 總共六百萬 她放在一個袋子 然後忘記在公車上 所以是 帶六百萬還坐公車 對 她好節慎喔 帶六百萬還坐公車 就是她就是一個媽媽 她就覺得東西要全身都帶著 她沒有想到她下車的時候 真的很多媽媽都是這樣 可是我發現好像真的 像我婆婆也是啊 就是她之前就是進急診室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個隨身腰包 是在她的內衣裡頭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幫她譬如說 內衣裡頭 就在她內衣裡頭 她的衛生衣裡頭 就是她就是這樣子掛著在裡頭 因為她覺得最重要的東西 包括譬如說很多卡 然後很多錢啊 甚至印章都在那個裡頭 其實 然後 你去旅遊部門買 你出國旅行的時候 她真的有賣一樣東西 貼身的那種 貼身的 還在那裡扣在這 然後她是薄薄的一層 你可以把所有 安全的東西 像什麼護照啊什麼 都放在這個地方 對 而且她們是把它 穿在衣服裡頭 對 所以變成說她進急診室 要換那個 病人的衣服的時候 然後老公就說 麻你這個脫掉 她說這個不行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連 這有妳的出身證明 我連 連我婆婆進擊掌 她都不肯把那個包包弄掉 然後最後一次我跟她講說 媽 沒關係 我幫你保管 她說那你一定要保管好我 所以她醒過來的第一個就是 我的包包在哪裡 她說我也綁在身上 對啊 她就是 她會覺得那個很重要 是真的 那妳覺得妳要帶什麼 在身上比較重要 我已經帶夠多東西在身上 可是我自己有遇過一個經驗 就是因為我很在意我的包包 所以我都會 觀察別的女生的包包 就是就 妳包包好漂亮這樣 然後我發生過一個事 就是我有一次 進了一個攝影棚的化妝間 舒化妝 然後我旁邊就做了一個女明星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她包包放在那個桌上 就很漂亮 然後是很名貴的包包 就十幾萬的那種國際精品 我說哇 妳包包好漂亮 我們就聊了起來 聊聊聊聊 然後呢她就說 有一個東西什麼 要介紹給我用啊 什麼什麼 我說好好好 然後她就說妳去我包包拿 因為她正在夾那個捲那個頭髮 她沒有辦法這樣 她就說妳拿我包包拿 我說好 然後我打開的時候呢 我就因為我不要東西在拿 我就翻翻翻翻了老半天 嚇壞我了 十五萬的包包裡面有 三明治吃了一半的 然後還有那個饅頭 就是已經很乾很乾的饅頭 然後我真的可以看到那個包包底下 有那個餅乾屑屑 我不知道是吐司屑屑還是什麼屑屑 然後我就大叫 我說妳為什麼早餐還沒有吃完 然後塞在這麼貴的包包裡面 然後她就說什麼 因為她一邊捲頭 她說什麼 然後我就拿給她看 她說這是前兩天的早餐 忘記 她可能忘記了 對啊 可能忘記了還不錯 我之前有跟一個女生有曖昧的時候 然後她約我出來吃飯 然後我跟她去吃飯的時候 她說我幫妳 我準備一個禮物要送給妳 她跟我講 她說可不可以從包包拿出來 我就說好啊 然後我打開包包的時候 我要去拿禮物的時候 我發現裡面 她包包裡面很乾淨 什麼都沒有 但是包包裡面有個東西很亂亂的 真的很亂亂的 然後她說什麼東西 然後打開包包的時候 發現是一條蛇 真的假的 就好 三個 三個是蛇嗎 蛇 蛇 蛇 是不小心跑進去還是牠養的 我那個時候很耗羞 我說怎麼會有蛇 我跟她說 我 怕蛇 然後跟她說 妳包包裡面有蛇 她說安靜安靜 那是我的窮物 不要怕 天啊 好可怕 她家裡有很多蛇 好累耶 很多蛇 她有時候帶兩三個出來 她說他們在家裡不開心 要帶她們出來 然後放在包包裡面 我真的是嚇死了 你们看不惯女生的包包里面带什么 你们会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炸的东西跟卤的东西不行 不是 神会没事 在包包里面放炸的东西跟卤的东西 一定是要吃老虫 你会不会的吗 不是 我 老虫 有没有 老虫 各位观众你们一定要看我的表情 我说神会没事把炸的东西跟卤的东西放 东山丫头可以拿出来 我说还会轻便当回家 对啊 你把炸鸡排拿出来 吃完了啦 之前我跟女朋友有时候会赶火车的时候 然后她就包包里面带一些奇怪的东西 平常都是带那个鸡排 在包包里面我觉得太 真的有人带鸡排 真的有带鸡排 然后在包包里面然后在火车上就开始吃吃吃 我觉得带鸡排很奇怪的 为什么要带鸡排 没有 鸡排不奇怪 只是我想要放在包包里面 你可以提在手上 我就放在包包里面就跑跑跑跑跑 然后赶车子了 然后我就觉得 哎 为什么有那个味道啊 她说我包包里面带鸡排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觉得很好吃 我记一下 对啊 她是觉得这个是她有吃嘛 对不对 有有 那还好 我有一次在日本 就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 我跟她约会 然后 怎么会这样呢 喂 我不是那跟表亮的约会吗 哈哈 好好讲话 OK 反正那个时候就 那个刚到约会 她结果要去洗手间 然后结果不小心她的包包掉了 结果呢 从里面出来三个那个饭团 那个三角的那个饭团 饭团 那问题是已经赶掉 蛤 就因为翻了很久 问题是超臭的 为什么呢 那个翻短的里面是难度 好臭的 好臭的 然后问题是 因为我基本上日本人会那个嘛 就是比较 讲话没那么直接 所以我就不敢问 不敢问哦 所以她你知道吗 她就这样子默默的 啊 就翻回去 哈哈哈哈 如果同长的话 这个就直接去丢嘛 她翻回去感觉就没事 所以意思是 她已经习惯这个动作 我觉得女生 在她们自己的包包放什么 我都OK 但是你不要放那么多东西就好 这是我的想法 因为有一些女生的朋友 我有一个女生的朋友 她的包包就是 永远带着那种很大的 像她这种 但是全部都是塞满了 她每次想要找东西 就是找不到 有一次我们去她家 我们在她 我们要一起去 有几个朋友 我们去她家 要看电影 她找她的钥匙 一直找不到 她说钥匙不见了 又跑回去她的车 检查一下 跑到那里去找不到 又回来 我真的找不到我的钥匙 我们可能要打那一种 就是把我们 把门打开的那种人 就开始翻包包 终于找到钥匙 花了十分钟 就是为了找到她的钥匙 但是她的包包很好 你需要什么东西 一定会找到 像我们在外面 你又碰到任何的问题 你又需要钉匙 哦呦 这坏掉 她可以帮你拿帖子 帮你贴好 很好啊 有一次我们在嘉义的蓝台那边 烤肉跟朋友一起烤肉 然后再烤肉 然后不小心弄到我的脚 然后开始流血 我就说 诶 我这边有一个OK棒 对啊 很怕 女生为什么你的包包里面 为什么会有一个OK棒呢 一辈不实 都会有啊 体贴吗 请问女生们会不会 包包里面都有放OK棒 会 我也有啊 好 然后什么小护士啊 一点点吧 一个两个 两三个吧 我一整盒 你也是一盒 用一个OK棒来干嘛 因为女生穿高跟鞋 常常会磨破脚 对 真的 后面那个角落在对头 角落在一个地方 很需要 原来 这样听起来合理多了 对嘛 所以你误会那个女生了 有道理 因为我也觉得 其实为什么老婆 都放OK棒在她的包包里面 然后我就想说 是不是真的很实用 我也放一个在我包包里面 放了一整年都没用到过 而且都已经黑掉了 我在瑞典 有看过一个女生 她就放一个就是 体重 那个 两剂 对 就体重机 在她的包包里面 等一下 在包包 等一下 为什么她讲体重机 所有的人都走过来看我 我们看你就算了 导播还跳你 但是我必须说 现在真的有出随身携带版 真的 然后轻量级的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 那到底是谁这么急 需要知道她的体重呢老宗 对 我就会觉得 其实我个人不差那一两公斤 对 这个会不会就是给女生 就是带来一个很负面的压力吗 我就不懂为什么要带出来 台湾的女生 她们她的东西没有很 她很恐怖 因为我有一次 我在巴西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女生 的包包的里面 就是有一个 你知道那个 琴卡 琴卡会用的东西吗 比如说 手褲吗 琴卡 对啊 就是那个 那个有电子 电子棒 对 电子棒 她有一个在包包里面 巴西啊 那这样是帮你的啊 没有 她说 她说 她说因为巴西很危险 就是如果有人靠近她 那如果她觉得很危险的话 她可以用 哎 我跟你讲 如果啊 你希望男生 不要放东西在你包包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这是我们家 哎 小易每一次说 你有牙线吗 哦 没有 你有卫生纸吗 没有 你有带什么 没有 她到最后全部都自己背 可是她不会问你说 你是女生 那你身上为什么会没有卫生纸 我就说我没有这个习惯 为什么我要带 哦 对啊 我说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你要用你就带啊 我如果没有那是我的事啊 那会不会 她就万万打给你的包包 然后跟她在外面吃完饭 从包包里面拿牙线出来 又拿电子出来 你问她说 哎 牙线拿来 没有 到时候都是问我 我每一次只要吃完饭 我先问她说 哎 牙线她就拿给我 哎 我卫生纸她就拿给我 你真的好厉害 可以啊 真的这个方法 讲到包包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来查验一下 初级检查 我们要来看一下你们的包包里面 到底有些什么怪东西 到底有多乱 是看梦多 先看男生的 男生的 男生的 你在 什么 在看干嘛 拳击手套 拳击手套 对 拔练习的那个拔 你这个带来干嘛 对啊 没有啊 为什么你要 那个是什么东西 我来帮你看 可以啊 哦 boxing 对啊 那你在这个干嘛 这很重 是啊 因为像那个小 小陈他们就是他突然约我 就是有没有空一起运动 然后就 对有时候就突然 对啊 one by one 莫名其妙 你干嘛带这个呢 你就叫他直接打你的脸就好 不要啊 再不要 那不是很重吗 很重啊 奇怪耶 为什么会有海底肌 罐头耶 因为我不想跟你一样变胖啊 杀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 不是啦 这个就是 这个要干嘛 你吃 因为我保持 你就是吃便当的时候加在里面吗 有时候会 就是保持身材啊 有什么角色 哎呀 哎呀 这是内裤 穿过的吗 这个好像穿过的 好噁哦 他可能运动的时候穿的 还好你们有戴手套 打拳啊 打拳的时候再穿啊 好恐怖 那戏的制作单位把我们准备手套 这还得了 你们日本人就是喜欢 就是绑来绑去 这个不习惯 打拳啊 绑手 哦 哎你们 手绑脚了哦 哎呦 你们伤得真的很歪 哪有 就是因为你整个人都是歪的 哪有 哎我真知道吧 这个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嘛 但是你这个衣服 是不是应该另外用个袋子包起来 男生嘛 谁会 不介意 来杜丽 你什么特别的 你的包包应该要用一些那种 反光 反光杯条啊 对你晚上比较好 你还拿这个 很危险 没有啊 还拿要像那个清洁队 清洁搭配那种反光的包包 荧光色的 对啊 荧光绿啊 荧光绿啊 什么问题也太贱 化妆水耶 各位 化妆水没有关系 大家用得很好笑 要用美白哦 白润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买个麻辣 你买白润用的干嘛呢 等一下你们还不懂 你买错东西啦 没有我买对了 我现在在做一个测试 我每天都是擦这只手 然后这只手我都没有擦 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变不一样 我已经擦了一个礼拜 看一下有没有 一样啊 一样 一样 所以你们就是被骗了太多次了 你不要再买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你看我皮肤这么黑 如果是变白就是很明显 对啊 那请问这个如意的意思是 它是粉红色的 还用真不好说啦 你讲 钱包在这儿 钱包 看一下 不要看 这里有一些危险的东西 刚才看 有什么 不行不行 要检查 肚力要检查 要检查 没有 我们说也要检查宝宝 我没有说要检查钱包 那不一样的 对啊 这个也要满18岁才可以看的 过期的保险套 好了 他的包包就只有这些东西 但是看完 男生的就要看女生的 我们就要来看 先看我的那个 暗黑林志玲好不好 为什么要看我的 不是这一个吧 不是那一个 还有嘛 对不对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不是看男生的 他也不知道在哪里 你要去找 不要乱摔摟 你在等谁 你在等谁 所以这是他的包包 等一下 我今天包包很乱 我今天包包超乱的 怎么样 你是 我的 家文 OK啦 他怎么这么很容易 叫水 等一下 小姐你在等谁 还没有点到你的台吗 快走 什么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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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我 我觉得真的很吃力 我看一下 不会不会 保证不会弄掉 好不好 OK 我跟你们听 点熟 好不好 OK 你连我听起来没怎么讲出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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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都不宣讲 有没有觉得很面熟 我的 哎呀 顺便 棒呆了 让你让他看看一下 六月哥的包包里面放什么 四个人怎么会有五个 对啊 为什么会有五个 四个人怎么会有五个包 所以你说这些女人呢 能不能带来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哎呦 首先先来看谁的 看我的 看我的现金 六月哥 没什么好看 所以先看你 里面都是些男人的用品 哪有 里面都是现金 挤奶器 该不会是吧 真的假的 我讲对了吗 我要看 什么东西 真的是挤奶器 我就想他现在继续要挤奶器 不是 我跟你们报告一下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个 他的休息室 他都在里面干嘛 每一场结束之后 他都要进去挤一点 一开始 哇 那个声音都是对的 到后面会 你会挤到后面了 不是 不是 这跟他没关系 因为 不是 因为挤到后面没有 就只有空气 空气摩擦了 因为一开始 他挤奶的时候 你就很听到很扎实的 他整个可以贴在你胸部上面 慢慢挤 他就开始慢慢松松 然后他就有空隙 护手霜 挤奶器这个正常 好爆手霜 护手霜正常 洗劫机 OK 这也合理 这也很合理 乖 宝宝有的 睫毛跟 化妆包 好简单 你的包包跟中心灵 我以前看到的中心灵的包包真的很像 信用卡夹跟药包 好可爱 所以杜利的OK帽就在这里面 不是 杜利 OK帽在这里面 真的是一盒 真的是一盒 而且是粉红色的 OK帽 公主的OK帽 如果你太吵的话用的 对 OK帽 然后 还好 蛮正常的 钱包 电话 OK 然后手势包 手势包 项链 尔环 饰品 然后这个是 费用 钱 我儿子的红包 OK 保险单 美金 这样子 哇 美金 没了 简单 OK OK 我包包超外的 就你橘色包包是 我的 我们刚才是往前面算都是有品牌的 来来来 当然开玩笑 这么多药的意思是什么 感冒药 感冒 感冒药 来里是有戴口罩 对 他也是包包里面大小包都有 这个是钱包吗 不是 这是就是放一些什么牙线棒 然后稀有面纸 你看我刚刚讲的我没有牙线 我也没有卫生纸 什么都没有 然后护唇膏 我没有想到他的包包 然后里面有一个东西 还蛮干净的 这个 这是我 这是一定会带的 这个东西 这个有一次被我朋友误会 以为我带违禁品 那这是什么 这是牛樟枝 为什么要带牛樟枝 就是有时候 譬如说要出去应酬 或是 譬如说刚好跟我那时候男朋友要去 譬如说今天要去大喝啊 但又很怕会很醉 所以就在 去之前就会先把他含在舌下 牛樟枝可以解酒啊 那一杯刀给我 而且他也可以 你都喝不醉 你还是会有精神啊 你还是会有精神啊 这是有必要吗 自拍神器 自拍神器很必要啊 我每天都还要帮我老婆充电 这个要充电 不是啦 有的要 有的要 我的这是不用的 对 对 要遥控 对啊 反正刚好 对 那这个是所谓的 就是蓝牙 就是你要拍照的时候 你就拿在身上就啪 真的吗 真的哦 就是蓝牙遥控器啊 可以接所有的手机吗 可以 好漂亮哦 女生真的蛮厉害的 因为你看这个包包其实不算大 对 但是装好多东西 是 对 那像大牙这样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接受吗 OK啊 正常啊 正常 那我的呢 你的很正常 你很正常 对啊 FMZ 厂的观众大家好 谢谢大家对喜南的支持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收看最新影片